很多人都看過《舞龍舞獅》 但是您知道獅頭是怎麼做成的嗎 南投竹山鎮這一名張姓師傅 他為了推廣傳統技藝四處拜師求藝 終於學會怎麼做獅頭 那麼他也帶領著附近的孩子們 學習傳統武術跟鎮頭打鼓 要把台灣的文化繼續傳承下去 小小朋友們敲鑼打鼓氣勢非凡 學了讓爽越來越有力氣 打鼓很好玩 同個地方還有鎮頭表演 大小朋友們相互校正 這裡是南投竹山鎮周四夜市旁 一群人致力於傳統技藝 不但常聚集切磋 更要學習精緻工藝 下去貼 自己動手DIY製作起舞龍舞獅的獅頭 承傳綠色衣服的張家芳 就是獅頭工藝師 為了推廣傳統技藝 他四處拜師求藝 花了一年多時間 終於能夠學以致用 製作出完整的獅頭 他說傳統的紙壺獅頭非常輕巧 好塑形造型也十分多元 但因為無法重複利用 又耗時技術已經逐漸失傳 這種記憶在我們竹山的話 現在已經很少了 可能幾乎沒有了 那因為我想說這種記憶 不能讓它失傳 所以說我才會去尋找這些東西 張家芳致力於傳統文化傳承 也讓正公所看到他們的努力 決定聯合中章頭於22號 舉辦一場舞蹈大會 歡迎大家一起來體驗 震撼的文化盛宴 是 記者尊路車男童報道